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胆颤心惊的大灾难之夜 一家四口应得地藏菩萨慈悲酒吧,奇迹逃出生还 人在家中坐,或从天上来,短短几个字已明白起事 平安并非理所当然 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场天崩地裂的大地震惊醒多少梦中人 轻疲的楼板家放间,瓦斯弥漫的瓦砾堆,多少人被困其中 凹陷的铁门,扭曲的窗口,多少人无路可逃 美丽的家园破灭,数不清的骨肉拆离,几度天伦梦碎 虽然个人的福报因缘不同,供业中亦有别业 家住台湾南投的徐雪真居士,自归一的教恩侍后 及前程礼拜地藏菩萨,恭送地藏经,多年不处 在那个令人胆颤心惊的恐怖之夜 一家四口历经万般惊险,中阴地藏菩萨慈悲就拔 奇迹地逃出险坑 大难不死的徐居士从此对地藏菩萨的悲心深信不疑 更对得教恩师的愿力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感恩 我名叫徐雪真,家住南投县草屯镇,正好位于921的镇央 199元圈年,在一个巧妙的因缘下得育的教恩师,开始清净佛法 皈依三宝,又因恩师鼓励,慢慢懂得用功,每天恭送地藏经 把握时间回禅寺参加法会供修,至今未曾间断 这些年来遭遇的许多障碍,仰仗地藏菩萨与地教恩师的帮助 皆能化险为宜 而921发生时,更感恩佛力加倍 再度帮助我们一家人逃过那场世纪浩劫 一,午夜惊魂 921的前一夜,我11点多就请 地震发生的前一刻,互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从床上拉起 当时我非常纳闷,是谁在叫我 刹那间,整栋房子摇晃得非常厉害 我赶紧爬起,但天摇地动的力量使我失去平衡 我跌跪在床边,心骄如焚地想唤醒女儿 却惊吓得嘴巴不听使唤 当下我紧抓着床脚,想起恩师曾教我们 临于危难时,应赶紧称念地藏菩萨圣号 祈求业障减轻,灾难减轻 于是我放声祈求地藏菩萨加持 随后我脑子一片空白,也忘了要叫醒女儿 但就在我呐喊地藏菩萨圣号的当下 女儿进行了 他们惊吓地爬到我身边 对面的书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排山倒海地倒在床上 我拼命大喊地藏菩萨加持 隔壁的先生听到我的尖叫声 匆忙跑过来 而他床边的书厨也在他起身时随机倒塌 当下我不经庆幸 如果先生,女儿在慢几秒钟起床 可能已经一命呜呼 二,曙光乍现 万分危急中 魏学佛的先生也不自觉地跟住我呼喊地藏菩萨圣号 我们每个人紧握着一只小羊杖 紧牵着手逃到客厅 却发现所有东西倒不到 悔的悔 不仅客厅四横五尘 大门更被堵死 当时,墙壁已开始出现裂痕 但我们仍求生无门 一家人紧紧抱着 苦苦呐喊地藏菩萨 救救我们 给我们一条生路 实在非常不可思议 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 客厅的走道 也就是我每天跪送地藏经的地方 突然出现一条直通大门的通路 我们一家四口便寻着那条通路逃生 当我们平安逃出时 手中紧握的羊杖已不知何时扭曲了 漆黑的夜里 很多房子倒了 许多人被压在里面 不停传出凄厉的求救声 紧接住轰隆一声 对面的高楼瞬间往下陷 路边的轿车也急速往下陷 土地凹陷 道路隆起 面对那种前所未有的惨状 我感到恐惧至极 但也万分感恩地藏菩萨的救度 否则我们一家人早已跌入恐怖的深渊了 哀红遍野的深夜里 我们一家人紧牵着手 持续念着地藏菩萨圣号 来安抚惊骇不已的心灵 一同期待黎明来临 漫漫长夜 不知今夕何夕 但觉心交口罩 疲惫不堪 原来仓皇逃生时 一心只念着携带阳障 等到狼狈的困坐愁城时 才发现我们一家人 以彻夜滴水为瞻 然而在这座人人 自顾不暇的死城里 哪里找水喝 当下我脑海灵机一线 猛然想起地藏经提到 未来是如果有人意识匮乏 诸事不遂 只要至心称念一万遍地藏菩萨圣号 种种不如意识将渐渐远离 尤其地藏菩萨 每天凌晨二点至五点入恒河沙定 寻生救苦 如能至心祈求 很容易感应到焦 于是我更专注持念地藏菩萨圣号 不久 果然有一对好心夫妻 送来四瓶汽水 并关切地提醒 留着慢慢喝 现在灾难重重 即使天亮了 有钱恐怕也买不到水喝 常言道 远水就不了近火 但我的干渴却因我屏除杂念 一心祈求 尽在短短几句圣号中 急获疏解 由此证明 地藏菩萨的愿力 坚实不虚 而且尽在眼前 只因我们平时妄念纷飞 无法专注一心 所以很难相应 时间分秒过去 天边一路微白 透过朦胧的曙光 一句句覆盖白布的冰冷尸体 一幕幕满目创意的悲惨画面 不断映入眼帘 我跪在地上 双手颤抖的河石 泪水如泉涌般毒框而出 阿 地藏菩萨的教恩师 要不是你们慈悲救度 我们一家人已经葬身瓦礼了 三 菩萨未因 众生未果 大清早 整条街道一片愁云惨雾 我惊魂未定地 走进那摇摇欲坠的家 一探究竟 却赫然发现在 片片严重军裂的墙上 唯有地藏菩萨圣像 忍如如不动地高挂住 我无力地跪在地藏菩萨面前 忏悔的泪水再度湿热了脸颊 伟大的地藏菩萨 忏悔我们平时不畏因 不聚果 等到障碍现前 除了惊慌失措 实无力自救自拔 要不是宁毅然鼎立 立把我们处理险坑 我们一家人的遭遇 实在无法想象 我又走回街道 看住川流的救援人潮与车潮 没想到以前电视上出现的 大地震灾情 有一天会活生生地视线眼前 当时我不禁回想起 九二一发生的六年前 地脚恩师 极曾忧心忡忡地提醒我们 地藏菩萨感应道教 众生的供业将要现前 大家赶紧吃送能言咒 敲响能言钟 祈求大地众生业障减轻 供业减轻 故而的脚恩师 特责在台中设立苦行灵 又攻设一座大钟 每天由一位出家师傅 专持能言咒 每持一步 敲钟一下 直到九二一发生时 已连续敲响六年 当时我觉得 冷言中的功德非常殊胜 右眼间的脚恩师 在经费短处的困境下 筹建苦行灵 被极艰辛 就为家里每个人 发心了一件袈裟底 祈愿一家人 都能得到冷言中的功德 近年来的脚恩师 又马不停蹄地 发心起见三十二坛大法会 更在每一场法会中 回向地震减轻 呼吁大家多用功 忏悔业障 减少杀生 吃素念佛 当时我对恩师的祈求 曾感到极许困惑 近年来台湾的地震 比较少见 为何他一直回向地震减轻 1997年 恩师更只是我有障碍 要多注意 尽量参加那坛功德 最好能辞去工作 在家相夫教子 当时我亦曾感到不解 但因平时恩师 总是话中有话 所以我不敢掉以轻心 立即辞去工作 专心照顾家庭 也参加那坛功德 每天持念灭定业真言 恭送地藏经 礼拜地藏菩萨 将所做的功课 回向业障减轻 合家供业减轻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身外之物固然重要 功德法材更重要 如果当初我执迷不悟 两年来的收入 想必非常可观 但在921的浩劫中 我们一家四口 早已因我输于用功 欠缺福德姻缘 而活埋瓦力中 而那些打拼来的辛苦钱 恐怕也已葬送土堆了 又记得921发生当年的7月 德脚恩师 即曾为我们准备了 许多小手电筒 并再三提醒我们 记得放在床头 忏悔我多以扫兴的习气 非常深重 当下又动了一个念头 这么小只的手电筒 能起什么作用 何况现在电源这么充裕 但既然恩师如此交代 我也不敢心存脚 结果就在921之夜 瞬间停电 索性在一片漆黑中 我猛然想起恩师的叮咛 连忙在床边摸索出 那只救命的小手电筒 虽然只是一线微光 却只因我们一家四口 冲破了那巨大的黑暗 真实面临921的威胁 我才深刻体会到 恩师的苦心与挂碍 原来定业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像921就是一种定业 但如果平时懂得用功 忏悔业障 前程迟念灭定业真言 即使定业现前 也能由大化小 莫观恩师总是鼓励我们广修福德 尽量吃素 减少杀生 迟念灭定业真言 这一切都让我印证了 得脚恩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 慈悲心与动犀利 4. 只是心忧 不畏何求 921发生时 地脚恩师正在东南亚巡回弘法 他匆匆返帝国门 玄机攻设西方唐 起见地藏超度921级 及大地震罹难者 七七四十九天梁皇大法会 为2400余位罹难同胞 立个别的网生联位 所有失踪 受伤者立超拔院清总排位 又于五大地藏道场 齐鸣大碑中 每公尺一部大碑咒 敲钟一下 每天敲响好几百下 寻回举行 做七追道超度仪式 地脚恩师原想为 罹难同胞超度七七四十九天 但在满七之际 却发现这些亡者 在极度惊恐下横死 并非仗四十九天的 超度功德极能解脱 而俗艳 家庭中如有先亡者未解脱 没有的生善处 对整个家庭而言 较容易产生障碍 同样的道理 如果意外灾难的 罹难同胞未能解脱 没有的生善处 国家也交易灾难四起 障碍现前 地脚恩师爱护国家 关心社会 因此发愿赋予2300万同胞 最真切的供养与帮助 持续起见系列 祈福超见大法会 保留西方堂 继续敲响大碑中 点光明灯 准备丰盛的甘露美味 祈愿亡灵获得光明保暖 更回向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2000年921满周年时 德脚恩师想到台湾不太稳定 又观想到 可能又有地震将要发生 921罹难同胞死得非常悲惨 至今仍未解脱 若再发生重大灾难 岂非雪上加霜 因为忧心2300多万同胞的 安乐与幸福 德脚恩师 竟在周年追思大会的圆满时刻 常规在西方堂的七宝如来坐前伤心落泪 发愿抱持最忏悔的心 不以苦为苦 继续肩负这份难为人知的超度工作 2001年的农历新年 家家户户忙住迎新送旧 地脚恩师仍一心细念住921的亡魂 又趁着年冠之际 带领坐下的出家弟子将西方堂布置得焕然一新 并将2400多张网声联位一一重写唤星 而就在元月26日农历大年初三 人人还沉浸于新年的喜气时 遥远的印度却发生7.9级大地震 损伤难以估计 这让我再度一起去年921周年追思大会 地脚恩师当场落泪的那一幕 啊 纵然921割裂的伤痕已在结巴之后 慢慢被世人淡忘了伤痛 但的脚恩师那份只是心忧 不畏何求的身心悲愿却一家鲜明 试想 如果印度那场大地震发生在台湾 对2300多万刚走过921伤痛的国人而言 情何以堪 五 了解别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与地脏菩萨的因缘里有一句治理名言 了解别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地脚恩师心系众生的悲愿 促使他常年奔忙 几无片刻歇息 近年来在各场佛学讲座与系列法会中 他总不忘带领我们祈求地震减轻 呼吁大家净化贪嗔吃 减少杀生 艳客尽量采用素食 地脚恩师眼见众生的供业 将要现前却有口难言的折磨与障碍 实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甚至经常有人误解他 以前他要求我辞去工作 好好照顾家庭 配合用工吃素食 我也曾怀疑他的用意 直到业障现前 才体会到他的用心良苦 这是我万分愧疚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非要等到的脚恩师 费尽心血 流进汗水 才懂得依教奉行 921的教训 让我对佛法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释迦牟尼佛以一大事因缘降生苏婆师姐 教化众生了解人生 忏悔业障 执恶向善 出离苦海 不了解人生就无法掌握人生 结果就像921罹难同胞 不明不白地在惊恐中含冤父皇权 而的教恩师历经风霜岁月 洞悉人间忧苦 又发大悲心 积极以多元化的善巧方便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就是在实践佛陀的慈悲 与地藏菩萨的愿里 走过生死才知道生命可贵 如何将一片布满伤痕的废墟 重建为昔日的美丽家园 就万法维新的佛法观点 我们所居住的山河大地 乃由众生的新史所招感 然近年来杀盗淫妄之士便便皆是 而921的残酷事实 更足以证明人心不顾 所以祈求人心安定 时需众人在一致的因果共识下 从心灵改革助手 如果大家都能善尽一己之力 净化身心 明天才会更好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